你 佩服他的自信 专者啊不要砸我 脱 现场脱 够了 闭嘴 下的圈套全部往里跳 被你套出来了 那就直接撒娇啊 对不起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如果你女朋友穿成什么样子 你会觉得今天还是不要出门好了 睡衣吧 可是现在还挺流行睡衣风格的 就是如果她在睡衣里面再加件衬衫 加件衬衫那还是穿着睡衣出门的 那还是不行 对啊 因为我知道你好像是8月份刚开完演唱会 对对对 因为我关注的点基本上不是在歌声 就是你的造型都很厉害 谢谢 你觉得自己在时尚这方面有哪一点比较吸引大家 其实是想尝试不同的那种造型嘛 然后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去突破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形象 比方说在几次演唱会啊 在泰国我就还特地挑像有点泰国风的那种颜色的西装 然后在上海的时候我还尝试了就戴个贝蕾帽 然后穿着一个小的风衣 其实我是想多给大家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许位周 那在演唱会的这个舞台上你穿着有什么禁忌吗 帅就行 那穿的少也无所谓是吧 穿的少就不帅了 因为我看你拍的那些杂志的照片身材非常好 腹肌很厉害 但是我又好像看采访说你最近是瘦了很多吗 十斤还是 对对对之前那个因为工作比较忙嘛 然后饮食不太规律收了差不多有二十斤 那你的腹肌还在吗 腹肌现在还有一点点吧 所以还是可以拿得出手的 还是没以前那么厉害的 那今天晚上可以在舞台上如果你玩的嗨一点 粉丝说把衣服撩起来我们就嗨 你可以答应吗 考虑考虑 哈哈哈哈 1 2 3 上 上 我当时没有想过 这好多人来看 你们骗我 他们可以看到我那个吗 你之前在泰国也开了演唱会 韩伟也开了演唱会 并且我听说就是泰国那场 VIP票35秒内就被抢光 你有想过自己逢出中国冲向整个亚洲了吗 当时是没想到 当时觉得挺震惊的 然后我去到那个泰国 去到韩国的时候看到 哇一下子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来接机 然后来看我的演唱会 对我觉得首先是比较惊讶不可思议 比较吸引他们的地方 国内的观众你的粉丝都很懂 就是你演的戏啊唱的歌啊 你和那些外国粉丝中间有语言障碍 他们我觉得可能喜欢我的可爱 不要砸砖头啊不要砸我 那还有就是你不是得了一个亚洲新歌榜年度最佳新人奖啊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有这么多爱我的人支持我鼓励我关心我 然后你说你要报纸奖杯睡觉 所以后来你有报纸奖杯睡觉吗 那个奖杯太扎了 那你获奖后第一个打电话的是谁 经纪人还是妈妈 经纪人在场嘛 妈妈我给他发了个微信 没有打电话 妈妈还是女朋友 妈妈妈妈没有女朋友 你要出新歌是新专辑是吗 是在明年 我听说你是自己都创作 但是写歌其实是需要很多人生经历阅历 就是你的那些灵感是从哪来的 比方说走在马路上 比方在洗澡的时候感觉一个旋律 一下子从脑袋里蹦出来 我就会把它马上就录下来 就因为你年纪也不大 然后其实写歌需要很多功夫的经验 对就比如说你要从自己过去的恋爱当中来 来找到这个感觉 然后把它写下来 所以我做作曲 巧妙的让我下一个问题 我其实只是想问你初恋到底几次 可以透露吗 这个 这不一笑而过了吗 这个不能透露吗 初恋 那你用一首歌 用你自己唱过的一首歌来形容一下 你初恋什么感觉 初恋已经忘了 反正小的时候嘛 十岁 哪有十岁 你现在才二十出头 你都已经忘了 那十五岁以上还是十五岁以上 高中的时候吧 高中的差不多十五岁这个样子 十六岁吧 被你套出来了 所以还是在学校里的时候交往的 对 好吧 这个不为难你 还听说你非常喜欢二次元是吗 喜欢看动漫 喜欢 你会现在还有在追动漫吗 现在也偶尔吧 那你自己有什么想成为的动漫人物吗 其实我以前特别喜欢看那个网球王子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和里面的人挺像的 对 那时候就特别中二嘛 在家里面小的时候拿了个网球拍 这样啊 手中领域 什么啊 看我手上的火焰 妈妈 那你够了 闭嘴 那你看这个时候 你除了学他们 你会自己会发弹幕吗 嗯 不会 那你你知道B站上有很多人做你的鬼畜视频 我看过一个视频 好像是我在机场里面还是什么的 有什么弹幕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周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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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满屏的周周吗 周周 还有什么可爱可爱 帅帅帅 我看了我自己都看了害羞了 我就把那个弹幕关掉了 可爱也是你撩妹的一个手段 现在要不考你一下 这个镜头 你当她是你的女朋友 给你三种情景 看你会怎么反应 第一个 我喂你吃 哈哈哈哈 第二个情景 女朋友来看你的演唱会 你要在台上对她 表示你的心意 但就不能太明显 I love you 你是会对着那个地方唱吗 嗯 那有这样唱过 如果哪天我有女朋友来看我演唱会的话 好吧 因为他拍戏太忙 忘了女朋友的声语 他非常生气 你怎么能忘了我的生日 对不起吗 最后一个部分 快玩快打 嗯 帽子还是墨镜 墨镜 长裤还是短裤 长裤 长裤还是短裙 短裙 郁姐还是小可爱 郁姐N的小可爱 吉他还是贝斯 吉他 王者还是露啊露 露啊露 圆脸还是尖脸 圆脸 金瘦还是微胖 金瘦吧 周周还是老公 周周老公 肉还是蔬菜 肉 不洗澡还是不吃肉 当然是不吃肉了 就是你一天要洗几次澡啊 两次澡啊 就无论春夏秋冬 对啊 最后一题 平脚裤还是三脚裤 平脚裤 好的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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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眼睛真的好大 好大 我的妈呀 其实我眼睛也算很大了 但他真的 这眼睛是我两倍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挺好的他什么都说 并且我很佩服他的自信 以及盲目自信 像我自称宇宙第一博主 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居然在我采访当中 一连说了大概四次 我好可爱 秋裤还是毛裤 毛裤 冬天你是会穿毛裤的吗 我快问吧 不快我快答吧 不是有的我挺好奇的 我像一个大帅哥 不是因为我一下秋裤还是毛裤 因为我自己就是毛裤嘛 自带毛裤 我就一下想着毛裤 但是你冬天是会穿秋裤的人吗 会穿会穿 会穿啊 特别冷的时候那肯定会穿啊 也不不管好不好看 腿会不会显得很粗之类的 不会啊 我腿本来就粗